从石器时代开始 人类便不断地通过发明工具 作为人体机能的延伸 技能的增强 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 机器作为一种最常见的工具 进入我们的生活 曾经它们都是独立于人而存在 但如今 机器似乎也在进入 并改变着人体本身 今年8月 马斯克在其脑机接口公司 Neuralink的最新发布会上 公布他们的研究 已成功将一枚硬币大小的新设备 植入小猪的大脑 并读取其大脑活动 人工智能的终极形态的实现 肯定离不开脑机接口技术 改变自己的观念 接纳这一门技术 它是人类迈向下一个阶段的 一个必经之路 这项称为脑机接口的技术 似乎带来了更多人 与机器互动的可能 它会如何改变 人与机器的关系 甚至 人类以后存在的方式呢 在深圳科技园 我拜访了脑机接口领域的 一家明星公司BRAINCO 他们正在推进脑机接口技术的商业化应用 尼大哥您好 你好 这是尼敏辰 他手上佩戴的是由BRAINCO开发的BRAIN Robotics 仿生智能灵巧甲手 仿生智能灵巧甲手 宁敏辰是BRAIN Robotics 仿生智能灵巧甲手项目的最早志愿者之一 经过多次的训练 他现在已经能相对灵活地控制自己的机械手臂 做一些简单的动作 甚至可以和我一起打乒乓球 第一次的感觉会很神奇 我带上去之后他不动 然后按照他们的引导 我就可以完全按照我的想法去控制他 有别于传统的甲质 这样的甲手不只是用来装饰 也能读懂大脑的意图 他首先仿生 意味着他需要具有人 类似的外观和机械结构 然后另外一层智能 是说就是人机接口这一块 就是人怎么控制这款甲手具有智能性 人用他的大脑去控制这个机器 那您先要带上这个 这是一个机电闭环 把您的那个表面的电信号 可以给拾取出来 然后进行放大处理 通过他的话 我们的手就相当于跟您的那个肌肉神经建立起来连接 就可以把我的机电信号 发射给这一只机械手 对 而让机械手臂去识别佩戴者的动作意图 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脑机接口技术 脑机接口就是通过对神经系统电活动和特征信号的收集 识别以及转化 使人脑发出的指令能够直接传递给指定的机器终端 控制机器做出反应 智能甲手就是其应用形态的一种 智能甲手的接收枪采集了由大脑传达到小臂皮肤上的电流信号 而电脑芯片将这些生物信号 转化为机械臂上各个关节可以读懂的电信号 做出相应的动作 这听上去似乎很简单 但对很多残疾人来说 开始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动一下 对 要掌握就是控制肌肉的力量 好 动两下 动三下 好 放松 曾大哥是该项目的另一个参与者 这是他第二次尝试佩戴智能甲手 由于缺乏训练 与尼大哥相比 控制机械手臂完成指令 对他来说看起来有些艰难 就是我们的每一个患者 其实都跟人家经历类似的过程 就是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对于手 因为就时间很长 他们对于手的记忆 对手外的记忆 其实都被时间挡得没有了 所以就是我们 就是说需要跟你反复地配合分析 因为我原先有手的时候 他就不会去在意这些东西 没有的话 那我就不会有这个意识去控制它 没有手的时候 就是胳膊看着它 我知道这个神经还在 但是我不会去使用它 因为我再怎么使用它 它也不会给我一个反馈 但是戴上它之后 它就直接给我一个反馈 就是我可以控制我的手指 去加强控制之后 我的意识就会越来越强 我跟甲手之间 我们相互之间 就会有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 感觉就像是成了我的一部分 这是否意味着 大脑拥有接纳 完全不属于我们身体的机械零件 成为我们身体一部分的能力呢 为了找到答案 我来到了天津大学医学工程 与转化医学研究院的 脑机接口实验室 我们的这个大脑的神经元 它的数量是一定的 神经元损伤了或者坏死了 就少了 不会有再增加 但是呢 它具有可塑性 每个神经元呢 它都有突出 就跟我们这个大树的树根一样 它会往外长 如果一个神经元损失了 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神经元 通过它的可塑性 让它的突出生长 来修复损伤伤神经元 它的这个功能网络 不断地训练 不断地刺激 受损神经元的上下游呢 就又会产生新的功能和结构的连接 这意味着 我们的大脑是具有一定可塑性的 也就是说 在我们的某些肢体被替换之后 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 我们的大脑依然可以接纳 并使用新的肢体 而人类的野心 从来不止于治愈和恢复 在未来 如果有材料可以超越人体本身的设计 那么人类是不是有可能会不断给自己的身体零件改造升级呢 科幻作品《功课机动队》里描绘了这样一个世界 公元2029年 通过机械部件来代替身体器官的一体技术飞速发展 人们可以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机械化改造 同时技术发展 使得通讯终端直接接入人体成为可能 人类的躯体和思想 从此可以直接与标准的计算机与网络互动 如果说 科幻作品中对未来的想象 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人类进化的方向 那我们离下一个阶段还有多远呢 以前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说 身体里植入一个什么东西 但其实现在很多的 比如说人造耳窝 心脏的起搏 然后包括支架 这样的一些东西 它其实就是一个机械或者技术在人体里的这种表现 人在一开始的时候 操作的工具是非常简单 然后粗糙的 直接用手操作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现在打字 然后用鼠标 它也是用手操作 所以我们现在操作方式 跟那些原始人其实没有区别 但是老爷接口它不一样 它是希望的是大佬跟这些工具之间 建立直接的联系 而不是说用人的某个器官 再去操作它 大佬跟机械的边界能更快地融合掉 因为肉体总会衰老 总会伤增 就是它最终必然是要腐朽死亡 人有希望得到永生的话 那它肯定是能解决意识 怎么样被存储 怎么样被转移 怎么样被上传 这样的种种的技术的问题 它才能得到永生 那么人 人类文明 在那样的一个状况下 它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比如大脑 电子脑可以被转移到新的身体里 那么它跟新的身体之间 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自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它可能是一种更复杂的 一种共生的形态 那么在这种形态里 我们其实要思考的就是 人跟技术的边界 包括人的自由的边界 但是人工智能它是一直在发展的 而如果人本身 它不能够跟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而发展的话 人就会被淘汰 人如果不想被淘汰 就需要与人工智能进行融合 它是人类迈向下一个阶段的 一个必经之路 从发明第一个工具开始 为了生存和进化 我们便不断地改造环境 创造工具 以强化我们自身 超越肉体本身的限制 人类文明发展至今 我们不过是将发明改造的对象 由环境转移到了我们自身 只要永生和进化的追求存在 这样的探索便不会停止 只是在这个过程里 我们还保有着多少 对于自我存在形式的主导权呢 Hello 大家好 我是这一期的制片人钟文星 你觉得未来人类存在的终极形式 或是什么样子 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吧 如果喜欢建厂的话 记得订阅 分享 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周四见